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还记得第一次亲密接触吗 别紧张 我其实不是要探你们的隐私 我说的是 好久以前 有一个网红作家 痞子蔡先生 他有一篇长篇小说 他的名字叫做 《第一次亲密接触》 在这个小说一推出之后 受到许多人的注目 最后呢 也变成了电影 剧中的女主角 青春美丽 但是却罹患了 红斑姓郎昌 这一种可怕的自体免疫疾病 将一辈子困扰着这一位女孩子 或许你们也听过 超马妈妈 邱淑荣女士 在一场马拉松的比赛当中 因为长时间的跑步 脚底磨破了皮 一个简单的细菌感染 最后 却造成了蜂窝性组织炎 然后 截肢 失去了双腿 我们的免疫系统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它背叛了我们呢 各位在座的朋友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每天跟自己的免疫细胞相处 你对它了解有多少 它如何 24小时 维护你的健康 保护你的身体 常常听说 很多的广告有提到 增强免疫力 的确 增强免疫力是重要的 然而免疫的平衡更为重要 因为不平衡的免疫力 其实会造成许多的疾病 身体里面 有许多的免疫细胞 就是你们所熟知的白血球 这些白血球 住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跟着我们的血液一起移动 不断的监控 所谓的外来物质 甚至有可能是所谓的肿瘤细胞 一旦发现敌人 可能单枪匹马 就地解决 或者是有可能 招兵买马大干一场 所以咯 从小到大 我们难免被细菌病毒感染 你知道你的身体 如何启动免疫反应吗 身体里面 有两种特殊的白血球 一种是四中性白血球 一种是巨氏细胞 这两种细胞 其中巨氏细胞 会辨识病原菌 并且吞吃这样的病原菌 一旦吞吃病原菌之后呢 身体里面会产生细胞激素 这个细胞激素 会使我们发炎 然后 启动了你的免疫系统 当然 这些细胞激素 也会造成我们发烧 体温提高的目的 其实为了就是 要消灭这些病原菌 另外一种细胞 称之为中性球 中性球 它也会吞吃病原菌 可是当今天 病原菌的体积太大了 它会利用一种方法 就是吐出自己身体 全部的DNA 这些DNA 具有粘性 因此呢 可以粘附所谓的细菌 限制这些细菌的活动 这个DNA上面 其实还有许多的 杀菌蛋白 这个杀菌蛋白 能够将细菌杀死 因此呢 混合着死掉的细菌 以及这些粘性很高的DNA 就是你们所知道的痰 或者是浓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的免疫细胞 为什么能够在第一时间 辨识这些病原菌 并且启动适当的免疫反应 来保护你们的身体呢 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病原菌 它能够被细胞表面上的 接受器所辨认 被辨认的接受器 能够产生所谓的细胞激素 这些细胞激素 能够引起发炎反应 造成适当的免疫反应 然后保护我们的身体 当然 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 这一些所谓的免疫细胞 在保护我们身体的同时 其实也可能启动了 自体免疫的疾病 我们也知道 很多的自体免疫疾病 与感染症 有着很大的关联 或者是你们身边 也许有自体免疫疾病的朋友 好不容易控制住的病情 一个小小的感冒 或者是小小的感染 一切打回了原点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因为 这一些所谓的细菌 或者是病毒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启动了免疫反应 在有一些人的身体 这些启动的免疫反应 像是停不下来的车子一样 失控了 因此 在你的身体里面 造成不平衡的免疫力 因此而产生了 所谓的自体免疫疾病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是各位在座的朋友们 如果你生病感冒 不好好的休息 就这样拖着拖着 这些病原菌都清不掉 在你的身体里面 我们的适中性球 想要去帮助你 把这些病原菌给清除掉 这时候呢 它就会产生所谓的DNA 由于这些DNA 具有高度的粘性 而且结构又非常的坚固 不容易被分解 在身体里面久了之后呢 竟然让我们的这些 所谓的B细胞 觉得说 哎呀 这个有可能是一些外来的物质 它可能是敌人 那是不是我就给它杀了呢 因此呢 就对这些所谓的杀菌蛋白 产生了自体抗体 这些自体抗体 会攻击我们的组织 或者是器官 这也是所谓的自体免疫疾病当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 好 感染症 除了间接的造成 自体免疫疾病之外 你们一定也听过 所谓的抗生素滥用 的确 抗生素滥用的问题 相当的严重 这些所谓抗生素滥用的结果 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产生一些 没有办法被抗生素杀死的细菌 这些细菌 我们把它称之为超级细菌 好的 这些细菌 既然没有办法被抗生素杀死 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不断的蔓延 不断的蔓延 结果刺激了 巨失细胞上面的这个接受器 这个接受器 引起了严重的发炎反应 而这个严重的发炎反应 就是所谓的细胞激素风暴 这个细胞激素风暴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会伤害我们的组织 攻击我们的器官 然后很轻微的话 其实就是节肢 再严重的话 就是所谓的多重器官的衰竭 好 那当然病人就会死亡 因此呢 很多的感染症 都是因为死于所谓的 白血症或者是肺炎 其实就是启动了 细胞激素风暴的缘故 还有另外一种情形 也许在座的身边的亲人 朋友 有着器官移植的困扰 这些病人 他必须长期的服用 所谓的免疫抑制剂 还有一种情况是 癌症的病人 也许他接受放射性疗法 或者是化学性疗法 虽然这些疗法 能够杀死所谓的癌症细胞 但是他也会伤害 我们的免疫细胞 这两类的病人 由于长期免疫力低下 非常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 那一旦受到细菌感染之后呢 当然会给予抗生素 只是呢 给予抗生素的时候 这些细菌虽然被杀死了 可是这些残骸却持续的 刺激的这一些受体 然后就产生我刚刚所说的 细胞激素风暴 这个细胞激素风暴 一样会伤害我们的器官 或者是组织 因此呢 这也是许多免疫力低下的人 很常看到的一些病发症 在临床上面 我们怎么治疗 所谓的细胞激素风暴 或者是所谓的 肢体免疫疾病呢 只有一种 肋固醇 这种肋固醇 一旦给予之后 虽然会压抑了 细胞激素风暴 但是呢 其实其他的免疫反应 也会一起压下来 当然肋固醇 虽然也能够压抑 所谓的肢体免疫疾病 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其他的免疫反应 也会被压下来 那么有没有可能 我们今天 有一种专一性的一个药物 这种药物 能够抑制 所谓的细胞激素风暴 也可以抑制 所谓的肢体免疫疾病的产生 但是却不影响 其他的免疫反应呢 经过好多年的研究 我们的实验团队 找到了一个相当特别的受体 这个接受器叫做CLEC5A 这个接受器 在正常的情形之下 会辨识病原菌 然后它会启动正常的免疫反应 然而在我刚刚提到的 那一些所有不正常的一个状况 CLEC5A这个受体 却是引发细胞激素风暴 以及造成自体免疫疾病抗原 一个非常关键的受体 因此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我们给予一种专一性的药物 来抑制这个CLEC5A受体 所引起的细胞激素风暴 还有 有没有可能我们来压住了 这个透过CLEC5A这个受体 在中性球引起的这一堆 所谓的自体抗原 产生的自体抗体的可能性呢 这么一个所谓梦想中的药物 不再是个点子 而是我们正在手边进行的一些研究 前美国总统欧巴马先生曾经提到 精准医学在人类疾病上面的重要性 根据所谓的量身定造个人基因的特质 打造专属个人的治疗方式 在癌症上 我们已经有所谓的标靶药物 来治疗特定的标的 来摧毁所谓的癌症细胞 那么在感染症上面 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可以找到一种专一性的药物 可以压制住所谓的严重发炎反应 造成细胞激素风暴 及器官坏死的可能性 或者是裙带关系造成的自体免疫疾病呢 从我们的研究当中 我看到了一丝曙光 基础的科学研究 如何在所谓的生计医疗上面 照顾大家的健康 并带给医药发展很强烈的支持 我想我们正在这个道路上面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